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至于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影是《悬案密码》的第二部《野鸡杀手》 上一部中,我们的主角小白和大胡子因为不受警局同事待见 被调到了养老部门,悬案档案室工作,负责整理档案,归类总结 然而没想到的是,大白和小胡子竟然组成搭档,联手顶着压力 破获了一起五年前的悬案,解救出了被困困在笼子里的美女一员 这下领导对他们可以说是刮目相看,十分重视两人 还给他们调派了一名可爱的美女秘书兔兔 这天警局正在举办周年庆典,同事们都在大厅欢聚一趟 不喜欢这样热闹场面的小白,跟大家格格不入 他过来简单走个过场,就出去抽烟了 让他没想到的是,一位老者正在警局外等着他 老者形容疲惫,情绪十分激动 他一把就拉住小白,表示自己在报纸上见过小白和大胡子的报道 前几天也给小白写过一封信,想让他帮忙调查一起二十年前的案子 小白见老舍这副模样,以为他精神有些问题 况且现在,他手里的案子堆积如山,哪有空帮的处理 于是随口敷衍一举,就走开了 老者望着小白离去的背影,眼眶中有泪水涌动 心中暗下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小白被电话铃声叫醒 原来昨晚找他那名古怪的老者,在浴缸中各万自杀了 临死前,留下了一个包裹,点名要给小白 负责这个案子的警探告诉小白,这个老者曾是一名警察 1994年的时候,他的一对儿女被人谋杀,他也随之退休了 小白看到老者躺在满是血水的浴缸中,心中大受感动 尽管这位老者已经死亡多时,但双眼还在睁着 似乎是死不瞑目 而另一边的墙上,还有照片定过的痕迹 显然是这个老者,一直都在调查儿女被谋杀的案子 他昨天来找小白,应该也是关于这个 小白拿起老者自杀前整理的包裹,带回办公室 告诉大胡子,接下来要调查这个案子 大胡子打开档案袋,研究起了案情 这个案子发生在1994年的夏天 老者的双胞胎儿女被人残忍同死,其中女儿还被强奸过 不过案发没多久,一名叫大壮的16岁少年 就到警局自首认罪 后来大壮因为双处谋杀和强奸,被判处了五年有期徒刑 不过由于他杀人时刻咬了,处于神志不清的阶段 所以重新发落,实际只坐了三年牢 然而蹊跷的是,当年身为警察的老者 因为坚持认为这个案子疑点重重 几次三番都申请再次调查 却被勒令退休,送到了精神病院 大壮自觉得案子没有什么问题 可能是老者因为痛是儿女悲伤过度,精神出现了问题 然而小白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所在 凶手大壮犯下了双重谋杀和强奸罪 却只被判了五年,还减刑两年 实际上只坐了三年牢 这些都要归功于他当时的辩护律师 那位律师在丹麦赫赫有名 是一位金牌大壮,壮为富豪打官司 但大壮是一个异文不明的小伙子 他根本没有钱,过得起这么厉害的律师 小白和大胡子查到大壮的地址,直接驱车过来 大壮此时正在院子门口擦车 小白上前表明身份,想问问他20年前那桩案子的事情 大壮立即露出抵触的神色,不愿意配合 表示自己已经为此坐过牢了 不想再和任何人提起这个事情 小白有些绷不住了,质问道 双重谋杀罪加上强奸你就坐了三年牢 你管这个叫做付出过相应的代价 你爸爸是工人,你妈妈是家庭主妇 你当年怎么可能有钱去雇佣律师 大壮有些慌了,解释谎称当年是父母借了一大批贷款 才请来了那位金牌律师打官司 一旁的大胡子二有兴致地打量着大壮擦的车说 68年的马莎拉蒂,宝贝啊 大壮联盟说那是二手的 大胡子撇撇嘴评价道,二手的也是价值不菲呢 小白立即质问大壮,哪里来的钱买这个 大壮眼神飘忽地说是炒股赚来的 大胡子联盟凑口去讥讽道 炒股这么赚钱,有什么优质股推荐推荐给我呗 小白和大胡子一唱一和 让大壮终于绷不住了 被他们下了逐客令 小白他们也明白接下来问不住什么了 于是直接转身离开 回去的路上,小白核识了大壮的话 当年大壮自首后,他父母的确做了一笔贷款 而大壮出狱后也经常炒股 还赶上了牛市赚了不少 这看似没什么问题,但小白却有疑惑 炒股赚钱是需要本金的 能赚一台马莎拉蒂出来 最少带有十台马莎拉蒂的钱 况且老者留掉儿女身体健康 而青春期的女孩子发育得也比较早 如果大壮当时真的磕咬了 是无法打得过两个年轻人的 不过大胡子觉得 这件案子过去二十年了 当年已经结案 现在翻案找不到什么铁证 没必要浪费时间 他们手上还有五十几卷宗没有处理完 小白听了大壮子的意见没有言语 办上才缓缓开口说 来,你看着我 说你相信大壮就是当年的凶手 只要你对我说这句话 我就立刻忘了这个案子 不再调查 大胡子看了一眼小白 舔了舔嘴唇 有些欲言又止 但最后不再反驳 同意继续进行调查 两人回到办公室 发现新调过来的秘书兔兔 把老者自杀前留下来的调查资料 都整理出来 定在了墙上 他告诉小白和大胡子 一开始老者 只是在调查自己女儿被谋杀的案子 不过后来 大壮接受了精神鉴定 老者就开始调查 在这之前发生过的其他案子 因为他认为 大壮身上肯定不指着一起最新 然而他刚展开调查 就被警局勒令挺之退休 还被送到了精神病院疗养 说到这儿 兔兔指着一文日历说 老者一直以来 都把日历上的每个星期日 都标了出来 并且还在笔记中提到 在他儿女被杀后的一个小时 有一个叫阿珍的女孩 曾打电话给警局报警 经调查 这个电话 是从七公里外的一座别墅打来的 小白听到这儿大惊失色 连忙问兔兔 能不能查到这个 教阿珍的女孩的身份信息 兔兔立即递给他一张黑白照片 这张照片是 一所贵族学校的学生合影 其中最为靓丽的那个女生 被老者用红笔劝了出来 这个女孩就是阿珍 时间来到20年前 一位青春靓丽的女孩 坐在宿舍的窗户边抽烟 她的同学过来斥责她 弄得满屋子都是烟味 女孩看都没看她 直接骂道 烟味至少比你下面的骚味好闻多了 知道为什么 没有男孩愿意跟你在一起吗 因为你身上的味道太糟糕了 这个坐在窗户边抽烟的女孩就是阿珍 她并不是多么喜欢抽烟 只是觉得这个样子很酷 她也不是那么喜欢骂人 只是觉得这样很有个性 刚刚转学到这所贵族学校的她 觉得这里的乖宝宝都糟糕透了 一点也不够潮流 不过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她偶然间听到女生们在讨论一个 叫阿强的男孩 阿强是这座贵族学校里有名的高富帅 可以说是每个女孩心目中的梦中情人 阿珍从那天开始就留意到了阿强 而风流倜傥的阿强 自然也对这个漂亮女孩十分感兴趣 就这样 阿珍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阿强的女朋友 阿强每晚都会带着发小小兔哥和阿珍 一起偷偷溜出去 在树林中喝酒抽烟磕咬 阿珍十分开心 她觉得这样的生活就是最酷的样子 而经常和他们一起鬼混的 还有一名校外的小混混 阿珍具体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只知道大家都叫她大壮 画面转过 时间先回到现在 小白看着照片上那个靓丽的女孩 表示一定要找到她 她或许就是这个案子的关键线索 不过兔兔哥大胡子却觉得 这么多年过去 这个女孩没准死了 或也可能结婚了 小白又有感叹道 死了和结婚又有什么不同呢 接着她转身去了仓库 要求找出94年6月20号的报警记录 仓库老头翻了翻 拿出了一箱子开盘式的磁带 接下来的画面来到阿强这边 时光仍然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 当初一气风发 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 已经是一个威发福的中年大叔了 不过唯一没有改变的时 她依然是那么的有钱 但就算是拥有如此财富 她最近还是有一些烦恼 因为她的妻子出轨了 据她的私人侦探调查 她的妻子和一名公关经理 在上周六整整集站了一夜 这让阿强恨得脚牙切齿 私人侦探别问她 需要自己出手解决不 阿强却微微摇头 这时她的电话响了 是大壮打来的 电话里大壮有些慌张 她告诉阿强 有两个警察找上门来 要重新调查当年的案子 晚上阿强回到家 看到妻子正在试穿一条新裙子 不由得怒火中烧 出言讥讽道 真性感 然而妻子却敷衍地笑了笑 没有理她 这让阿强更加生气 然而现在 她又不能轻易离婚 因为如果离婚的话 这个女人将分走她的财产 心烦意乱的阿强 打给了她的发小小兔哥 兔哥就是她 在那所贵族学校时最好的朋友 两个人一起来到阿强妻子 出轨对向公司的门口 准备报答这个野男人一顿 在等待的时候 他们聊起了有警察 找大壮调查当年案子的事情 不过都不约而同地认为 没有太大关系 只是大壮多疑了 就在他们谈话间 阿强妻子的劈腿对向出来了 两人立即戴上头套冲过去 将她一顿报答 这下阿强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然而兔哥临走的时候 还顺走了这个野男人的一块表 画面回到小白这边 他借来了开盘式录音机 开始一卷一卷地听报警录音 寻找老者笔记中记载的那一段 一直到了凌晨时分 小白终于找到那段录音 录音中 阿强哭着向警察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他们两个都死了 你们快来救救我 小白将这段录音 给大胡子和兔兔听 两人告诉小白 他们也调查了阿强 但没有找到她的任何资料 这个女孩仿佛人间蒸发了一半 唯一能联系到的 就是她的继母 当天她亲生父亲去世后 她的继母给她送进了那所 贵族寄宿学校 据继母说 青春期的阿强十分叛逆 经常光着上身 在家里走来走去 丝毫不避讳 那些吓人的目光 后来她也记不清是哪一天 阿珍突然从学校回来 然后就消失了 她账户上的钱也被提走了 继母的说法让小白十分疑惑 她继续用阿珍继母 阿珍有没有什么交好的朋友 或者男朋友什么的 继母则表示 阿珍从来不和自己说话 自己对她的所有也都一无所知 唯一有印象的是 学校曾经打来电话 说物理老师的事情 小白连忙追问 什么物理老师 继母淡淡地回答说 就是阿珍的物理老师 把她强奸了而已 小白和大胡子 离开阿珍继母这里 立即去找了 当年阿珍的物理老师 向她询问 当年强奸阿珍的事情 物理老师对警察的到来 显得有些错额 不过还是对他们讲述了 当年事情发生的经过 她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 那天下着大雨 物理老师正在家中备壳 突然有人敲门 她打开一看 是阿珍 阿珍被雨淋得是碌碌的 轻薄的衣衫贴在 妙曼的身子上 隐约可见散发着 青春气息的同体 她嚼着口香糖 对物理老师说 我刚刚在散步 突然下雨了 能进去坐一会儿吗 物理老师打量她一番 问她为什么不回宿舍 阿珍笑着解释说 室友正在和她的男朋友亲热 咱们也要20分钟才能回去 能借我一条毛巾吗 说着 阿珍直接推开门进去了 物理老师把门关上 迟疑着提出 可以开车送她回去 三分钟就可以 而阿珍则寒情默默地 望着物理老师说 你知道吗 所有女孩都为你痴狂 然后她解开了上衣扣子 物理老师有些错愕 理解凹头说 这不行的 阿珍则直接搂住她 贴在她耳边轻轻说 来吧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物理老师感受着 怀中的苏香软欲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两人激战在了一起 阿珍的猛烈 让单身多年的物理老师 有些吃不消 一番激战后 太惊气喘吁吁 不过转头一看 阿珍青春皆是的同体 还想再来一发 然而阿珍 却突然尖叫着跳下床 一边喊着救命 一边猛扇自己耳光 就这样 物理老师被指控 强奸女学生 他之前也不知道 阿珍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过在这件事发生后 他没有被控告 因为丹麦有一半的精英贵族 都出自这所学校 所以学校要求他离职 并且承认 前段时间学校附近 发生的另一期强奸案 也是他做的 就这样 物理老师背着两宗强奸案 离开了这所学校 物理老师的样子 不像是在说谎 并且另一宗 案在他头上的强奸案 老师的笔记中也有记载 小白决定 再查一查这个案子 这宗强奸案 发生在1994年5月15日 地点就在 贵族学校外的森林中 被害人是一位 发育上行的女孩 据这个女孩说 当时她被人蒙住头 案在地上强暴了 虽然她在昏迷前 没有看到施暴者的长相 但听到了两个人的笑声 可以肯定 其中有一个人是女性 后来她醒来后 发现衣服都被人扒走了 根据案中中描述的 小白和大胡子 才案发地点走了一圈 最后来到那所贵族学校前 这所贵族学校历史十分悠久 丹麦一般的富豪精英 都出生这里 这里的学生 每星期只有周日放假 才可以出来 而老者的双胞胎儿女 就是周日那天 在森林中遇害的 他们刚刚调查的那起强奸案 也是在周日发生的 这个巧合 引起了小白的重视 她和大胡子回到警局 找出1994年的安全记录 开始筛选 发现学校周围那片森林中 每到星期日 就会发生暴力事情 而另一边 秘书兔腿开始按照校友侧 挨个给那是救度过这里的学生打电话 询问他们是否知道阿珍的消息 这些人大多都对 那个青春靓丽的女好友印象 不过和他交往的不多 但不约而同地提到 他曾经和一个叫阿强的学长交往过 而对于当年杀害 双胞胎的凶手大壮 他们都一无所知 小白对阿强产生了兴趣 决定和大胡子 找时间去拜访拜访 与此同时另一边 阿强和发小突哥 正在和好友们 进行一年一度的狩猎比赛 当年为大壮变红的那个金牌律师 正在这群人中 他悄悄找到阿强和突哥 表示有两个讨厌的警察 开始对当年的案子进行了调查 并且正在寻找阿珍 阿强和突哥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阿强目光冷酷 告诉突哥 我会派私家侦探去找阿珍的 突哥则表情阴沉 狠狠地说 我们必须让这件事情销声匿迹 都不能再有人来找麻烦了 小白和大胡子在找阿珍 突哥和阿强也在找阿珍 看来阿珍就是当年 这双惨的关键线索 如果小白和大胡子先找到他 一切真相就将浮出水面 一旦突哥和阿强先找到他 二十年前发生的所有事情 就将永远乘风 镜头转到一个杂乱的街头 一个穿着大面袄 浑身脏兮兮的流浪女人 正蹲在路边 时时地望着对面一群戏耍的小孩 一名家长发现了他的古怪 想要驱赶走他 却被这个流浪女人一头撞倒 接着 在恍惚间 他看到一个英俊帅气的少年走了过来 这个少年正是当年的阿强 这个脏兮兮的疯婆娘 就是所有人都在寻找大珍 阿珍垂头走开 嘴里嘟囔着什么 似乎是自己在和自己对话 看到二十多年过去 他的精神出现了问题 这一时 他瞧见一个神色迅悍的纹身男 拿着一张纸 正在和对面的流浪汉们说些什么 瞬间心中生起了一股不好的预感 在那个人走后 阿珍过去拿起 分发给流浪汉们的纸 发现上面证实 自己在贵族学校时 就读时候的照片 原来这名神色凶悍的纹身男 就是阿强的私人侦探 虽然阿珍不知道是谁要调查自己 但直觉告诉他 即将有危险来临 于是他连忙回到自己住的小屋中 拿起旅行带就要离开 又找了一个烂尾楼 当作牺牲之地 转眼已是深夜了 他抱着旅行带 开始横场歌谣 似乎在哄自己的孩子睡觉 再恍惚间 他又一次看见了 当年那个英俊帅气的少年 接下来的画面来到阿强这边 阿强刚刚去医院 看望妻子劈腿后 被自己和图哥打伤的公关经理 这个公关经理虽然受了重伤 但警察给出的调查结果 确实被难民抢劫 阿强告诉这个野男人 他住的医院 就是自己旗下的产业 以自己的身份地位 要弄死他一如反掌 今天他可以将他暴打一顿 明天就能让他 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离开医院后 阿强直接回到了海边别墅 却不想迎来了 两位讨厌的客人 小白和大胡子 小白和大胡子想向他了解 一些阿强的事情 阿强在我心里准备 做出一副热情的样子 在会合时接待了两人 然后如实讲出了 曾经和阿强谈过恋爱的经历 在他的描述中 阿强是一个酗酒 经常吃醋冻醋的疯婆娘 所以后来他无法忍受 就甩了他 现在他也没有阿强的消息 接着小白问起了大壮 阿强也如实告诉他 他和大壮是在少年时的好朋友 因为当年那桩谋杀案 现在对大壮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没有可以推敲的漏洞 并准备离开 然而临走前 他在客厅里看到了阿强 图格 还有当年给大壮辩护的 那个金牌律师的合照 不过以阿强的身份地位 请这个律师丝毫不值地怀疑 从阿强家离开 小白和大胡子 去街班餐馆吃了个便饭 正在吃饭的时候 秘书兔兔给他打来了电话 表示有一个贵族学校的毕业生 提供了线索 曾在中心车站看到过阿振 这样小白和大胡子十分欣喜 因为这表明 阿振还活着 大胡子立即去中心车站附近 打听阿振的下落 果然找到了一些线索 一位酗酒的流浪汉告诉他 昨天又有一拨人 才找这个疯女人 这个消息让小白十分惊讶 因为如果这不是巧合 那就说明他们的调查行动 全程都被另一伙人掌控 他们现在所找到的线索 另一伙人正准备隐藏 画面来到阿振这边 阿振抱着旅行带 正躲在一个烂尾楼里喝酒 这么多年 他只能靠着酒精麻痹 来过一天又一天 这时 看到了少年时的阿振 正向自己走来 然而下一秒 阿振就反应了过来 这不是幻觉 是由阿振的私人侦探找了过来 他一把将这个人推开 狠狠地砸了他一酒瓶 把他甩到床上 然后仓皇跑开了 阿振一路来到他现在唯一的朋友 一名金发卖衣女这里 金发女神情恍惚 给他开门后又躺回了床上 这时阿振才发现 金发女居然刚刚扎完针 而且桌上还有一张自己照片的公告 是那个私家侦探用针籍 从金发女口中套出来的 而金发女现在 扎针尽量过大 已经生命垂危 他虚弱地告诉阿振 那个男人说 是你的好朋友 你们是老交情了 这时他开始了抽搐 下一秒就停止了呼吸 看着唯一的好友死在眼前 阿振痛苦万分 有人在找自己 那人是谁呢 他闭上眼睛 又一次想起了 少年时候的往事 那天 阿强偷偷将父亲的猎枪拿到学校 和阿振一起在树林中把玩 争当两人亲热的时候 跑步的机长撞进了他们 阿强十分生气 因为如果机长 将这件事情告诉老师 自己将被学校开除 而父亲也会因为 自己偷降的事情教训自己 于是阿强叫来发小兔格 把机长带到体育馆 狠狠地修理一顿 一旁的阿振 看到狼狈不堪 满脸是血的机长 也来了兴致 过去气势汹汹地 踢了机长几脚 嘴角还勾起了一丝兴奋的笑容 而看到这一幕的阿强 起初有些惊讶 不过随机就露出赞许的目光 很满意这样的阿振 画面转过 小白和大胡子 根据显然情报 找到了和阿振交好的金发女住处 然而两人暗门铃的声音 引起了阿振的警觉 他连忙从另一边楼道逃走 却不想要慌不择路 走进一条死胡同 被小白堵在了这里 小白用枪指着阿振 让他把双手放到 可以看见的地方 然而阿振却不知道他的身份 直接抄起一根水管 要和他拼个余速网破 这时小白瞧见了他的样貌 知道他就是 自己一直在寻找的阿振 为了稳定住他的情绪 他将手枪放在地上 高举双手 表示自己是想来帮他的 没有恶意 然而阿振却直接一棒子 将他敲晕了过去 质问他究竟是谁派来的 小白挣扎着告诉他 自己是警察 想调查20年前 那起双胞胎被谋杀的案子 却又被阿振打了一棍子 晕了过去 阿振根本不相信他 他认为这个警察 也是阿强派来的杀手 小白再次醒来时 警局的增员已经到了 他捂着伤口 向上次报告自己 调查他的内容 表示阿振是 20年前那座谋杀案的重要证人 这个案子存在诸多疑点 他一定要全力调查 这时 检查阿振住处的警察尖叫起来 大呼太恶心了 小白和大胡子连忙过去 赫然发现 阿振一直抱着的旅行代理 有一具婴儿的干尸 小白立张大胡子 给秘书兔兔打电话 他要调出20年前 所有医院的未成年孕妇档案 看看其中是否有阿振 然而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又晕了过去 另一边 失手的私家侦探 将这一切报告给了阿强 阿强面色冷均 通知他被解雇了 同时要清理掉 两人之间所有的联系记录 说完 他就上车去找了发小兔哥 兔哥面色阴沉 不问阿强 要是警方先找到阿振怎么办 阿强冷冷回答 警方找到了又能怎样 咱们这样能把他的存在 从地球上抹去 小白的伤势非常严重 已经昏迷了几个小时 不过医生说没有生命危险 大胡子和秘书兔兔 便在病房里守护着他 兔兔找到了一份档案 档案中显示 94年6月16日 一间老医院 接受了一个浑身试血 怀孕四个月的未成年孕妇 这个孕妇到的时候 腹中的胎儿 已经停止了心跳 但医生把胎儿取出来后 证明未成年孕妇就逃走了 此时 阿振正在洗澡 随着水无蒸腾 他陷入了回忆 94年的夏天 他和阿强在树林中约会 阿强全程心事重重 脸上的神色十分难看 也没有想和阿振亲热的样子 这样阿振有些不解 他问阿强怎么了 阿强便表示 他挂了两颗 如果物理再挂颗 他就要被开除了 除非 说到这儿 阿强目光灼灼地望着阿振 轻轻拢了拢 他的发肆继续说 除非这个物理老师能滚蛋 如果他强奸学生 肯定会被这个学校早递出门 为了我 你愿意这么做吗 阿振爱着阿强 为了阿强 他什么事都愿意做 于是在那个雨夜 阿振敲开了物理老师的门 几分钟后 他就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惨叫声 物理老师就这样 被扣上了强奸犯的帽子 离开了学校 阿强则很满意阿振的表现 带着他和大壮图哥一起 肆意地挥洒着青春激情 他们每周日 都会出去一起蹦迪 嗑药 酗酒 然后戴上头套 随即找看不顺眼的人发现 直到这一天 阿振发现自己怀孕了 画面转过 小白醒来第一件事 就是问大胡子 找到阿振了吗 大胡子摇摇头 告诉小白 还在找那个 打听阿振的私家侦探 接着小白问他 那个婴儿肝尸有线索了吗 大胡子便拿出了那份 医院的老档案 表示94年6月16号 这个怀孕四个月的 未成年孕妇 应该就是阿振 小白听完 一击就要动身 继续去调查案子 然而大胡子拦住了他 面露男色说 我要求过多只人手 去寻找阿振 但都被驳回了 而且我们的车 也被贴上了罚单 上面写着酒驾 小白十分愤怒 以为是警长收了贿赂 又在从中作梗 不过大胡子 却拿出了那张 贵族学校的校友合影 表示这次 可能不是警长给的压力 因为警察局的局长 和阿振阿强是同学 也出身这所贵族学校 两人来到警长办公室 讲出办案过程中 遇到的阻力 然后拿出贵族学校的校友合影 把局长指出来表示 这所贵族学校毕业的学生 都有非常强的接机意识 在他们眼中 他们是贵族 要互相袒护 维护着他们高高在上的权利 警长听完后十分震惊 因为局长的确要求过 查看小白和大胡子的调查进展 他沉思良久后 当机派版决定 给小白和大胡子 加派五辆警车 十个警员协助调查 而那张墨需要的法单 他来顶包处理 有了警长支持 小白和大胡子 可以说是如虎添移 很快他们就得到消息 有人在大壮浴池 发现了阿振的足迹 两人立即奔了过去 然而阿振已经离开了 留下了一筐脏细细的衣服 原来阿振洗完澡后 换了一套造型 易容便装来到酒吧 既然阿强要让他死 他就主动出击 把这二十年来的恩怨怨 作为一个了解 在酒吧中 他成功调到了 阿强请的那个私人侦探 跟着他回到了家 然而刚进家门 私人侦探就将他放倒 原来他早就看穿了阿振的伪装 阿强因为他的办事 不利开除了他 这下 他准备就在这里 把阿振了解 来将功赎罪 然而没想到的是 阿振趁他拿枪的时候 抓住一根钢笔 狠狠地扎进了他的大腿 私人侦探惨叫一声 跌倒在地 阿振趁机就把枪夺了过来 在问出阿强是他的骨竹后 逼着他跳了楼 私人侦探摔成了一滩肉泥 阿振也迅速离开了现场 很快就有人报了警 负责这个案件的警长 在私人侦探的笔记本电脑中 发现了他说阿强雇佣 于是叫来了小白和大胡子 两人在现场看了一圈 认为杀了这个私人侦探的人 就是阿振 现场找不到私人侦探的手机 大概是阿振将他的电话带走了 于是安排了信号追踪 根据信号监听部门的定位 手机再向哥本哈根北部移动 小白立即反应了过来 阿振一定是去向阿强报仇了 小白推测的没错 阿振此时已经到了阿强的海边别墅 他拿着枪藏在院子里 静静等待着阿强的出现 只需要一颗子弹 他就能了结这里所有的一切 然而正在和其他吃饭的阿强 根本没有意识到旧日的情人 正怀揣着杀机 在门口等着自己 阿强吃完饭 接到了公司的电话 便躲不来的院子里 阿振立即站起来 颤抖着举枪对准阿强 但他却迟迟没有扣下扳机 恍惚间 他又看到了那个英军帅气的金发少年 忍不住流下的泪水 最后扶地痛哭 没有办法 过去了这么多年 遭受了如此磨难 他还是一由既往地爱着他 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 正在这时 远处警笛声传来 阿振连忙向后山公路跑去 却被小白带人堵住了 这次阿振没有反抗 将枪放在了地上 被带进了警车里 兜兜转转这么久 终于找到了这个案子的关键证人 小白很是激动 以为自己终于能将坏事坐进了阿强逮捕 然而他还是低估了贵族们的能量 阿强的御用律师 翻出一些阿振曾经献给阿强的心 心中的每一个字 都透露着臭骨的恨意 并且警长告诉小白 还有那个私人侦探 也没有任何证据 能证明他为阿强工作 而局长已经下了命令 要以杀人罪 将阿振送进精神病院 小白不禁大吃一惊 如果阿振进了精神病院 那么以阿强的势力 他可能很快就会因为什么奇怪的意外死在内里 老者那对女儿被谋杀的真相 也将永远的尘封了 小白很是愤怒 但无济于是 他这种普通人 在那些贵族面前就像野鸡一样 毫无反抗的余地 只要他们想 举起猎枪 就能在谈笑风声间 解决到这些麻烦 小白整理了一下情绪 来到阿振的牢房里 他告诉阿振 他想弄清楚当年的真相 因为他是一名警察 他不能坐视那些 最大恶极的人高高在上 悠哉悠哉地享受生活 现在一切都走进了死胡同 所以他希望阿振能帮帮自己 虽然他的话 不会被法官采纳 但如果有证据的话 依然可以给阿强和托哥定罪 阿振听完小白这番肺腑之言 沉默半晌后 开口告诉他 托哥有受藏癖 每次暴力犯罪后 都会拿走受害者的一些东西 留作纪念 每晚都抱着这些乳水 所以说他的卧室中 会存有证据的 小白找到大胡子 表示要去托哥家走一趟 大胡子觉得他疯了 这样偷偷潜入得到的证据 是非法的 但小白就告诉他 找到证据后 可以找警长补一张搜查令 大胡子虽然知道 此行凶险异常 但既然小白如此决定 那就算是龙瘫虎穴 也要陪着他走一走 两人简单商量后 大胡子约见了阿强的妻子 从第一次见面 他就看出来 这一对夫妻貌合神离 所以说 他觉得可以得到 这个女人的帮助 果然 阿强妻子看到案中中 阿强和托哥 一起犯下的种种罪行 惊得目瞪口呆 他也没有想到 自己相伴十余年的丈夫 居然是如此人渣 大胡子趁机告诉他 如果我们成功了 你就再也见不到这个男人了 阿强妻子神思片刻 对大胡子说 托哥这么多年小心谨慎 不过却有一个弱点 那就是我 原来阿强妻子的出轨对象 不只是那个公关经理 他也经常和托哥 一起玩那种刺激的游戏 大胡子离开后 阿强妻子给托哥打句电话 表示想要和他玩那种 小孩子不会玩的游戏 托哥可是兴奋 立即答应了下来 当晚 托哥和阿强妻子 双双奔赴酒店激情 小白和大胡子 便从东侧玄关 潜入了托哥的别墅 托哥家中复礼堂皇 到处都是他打猎的战利品 小白和大胡子 一路来到三楼 托哥的卧室 只见里面灯光暧昧 到处都是成人游戏的道具 还有一块母布 上面还在播放着 他和女孩做的游戏的录像 两人心里按摩一声变态 开始了搜寻 然而另一边在酒店里 和阿强妻子快乐的托哥 突然接到蓝宝公司警告 表示有人暴力闯入 他瞬间大惊失色 离开酒店 活速驱车回去 还叫上了几个帮手 大胡子和小白还没有意识到 他们已经被发现了 在一间暗门中 两人连妈戴上手套 将这些东西都收起来带走 然而在他们翻墙离开的时候 托哥赶了回来 用麻醉枪 射中了大胡子和小白 时间先来到1994年6月12日 一番范围腹雨后 阿珍一眼幸福地告诉阿珍 自己怀孕了 然而阿强的回应 却没带一次喜悦 甚至露出了厌恶的神色 这让阿珍有些失望 正在这时 托哥敲门告诉阿珍 今天那个老警察值班 只有他女儿和儿子在家 咱们可以去爽一爽了 接着 阿强、托哥、大壮和阿珍 带着头套 潜入了老警察家里 他们将弟弟先打了一顿 然后准备把姐姐安在地上抢包 这次大壮提出来想要献上 但却被托哥粗暴地扯开了 托哥把弟弟身上的项链 拿走一座纪念 接着扯下姐姐的内裤 准备长期植入 然而这时 弟弟翻身跃起 一把扯下了托哥的头套 一瞬间所有人都愣住了 被看人看到了他们的脸 这该怎么办 只能杀人灭口了 于是大壮和阿强安住两姐弟 托哥将他们乱到同死 一旁的阿珍看到这副惨状 吓得不知所措 片刻后 他回过神来 跑去公用电话亭报警 而阿强看出来他情绪不对 追过来想安抚他 但阿珍却甩开他跑开了 在这之后 阿强找过几次阿珍 但都被他赶走了 他写给阿强的那些诅咒信 也是这时候留下来的 在后来6月16号这一天 托哥和阿强带着头套 闯入了阿珍家中 将他安住 对着他怀孕的肚子一顿暴打 阿珍拼命逃脱 最后跳窗逃走了 接着 他一路来到了一所医院 在得知腹中的孩子 已经停止心跳后 他带着那个死因悄悄离开了 从此 这个青春靓丽 笑意如花的女孩消失了 丹麦的街头 多了一个流浪的疯女人 这个疯女人每晚都抱着 死因的尸体哼唱着童谣 他偶尔在恍惚间 还能看到一个金发少年的身影 这就是20年前那个夏天 所发生的一切 画面转过 时间先回到现在 大胡子和小白夜闯图哥别墅 到现在也没有回来 阿珍明白 他们一定是被扣下了 于是第二天一早 他在被送去精神病院前 直接出手 将没有防备的预警打晕在地 搜出钥匙 越狱离开了 此时 大胡子和小白被图哥困在仓库里 四周到处都是被图哥宰杀的动物 图哥和阿强命令手下 将这两个警察猛关烈酒 准备将他们围造成酒驾 追压身亡 小白和大胡子虽然已经清醒 单双手背负 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 这时阿珍倒了 他直接用大锤了结着图哥手下 然后拿起一旁的猎枪 准备独自一人 将这长达20年的恩怨了解 回到别墅仓库的图哥和阿强 发现阿珍闯入 立即拿出枪小心翼地搜查起来 而大胡子和小白挣脱绳索 加入这场战局 混战中 大胡子在小白的掩护下 击毙了持枪搜查的图哥 而阿强被阿珍抓到角落里 交上了戏友 解决完托哥的小白 选择踪迹找了过来 赫然发现 阿珍想要活活烧死阿强 他立马上前阻止 劝说阿珍 将阿强交给法律来处决 一旁的阿强也惊恐万分 拼命地说着甜言蜜语 希望能让阿珍手下留情 然而阿珍的目光充满了决绝 他转头望着阿强 认真地告诉他 我爱你 最后毅然决然地点燃了汽油 接着 这个半生都为情所困的女人 也走进了那熊熊的烈焰之中 安静地倒在了阿强的身边 所有的恩恩怨怨 爱恨情仇 都在这场大火里烟消云散 这一对生前互相折磨的情人 死后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再也不能分开 影片最后 二十年前的那宗谋杀案真相打败 兔哥和阿强的一类罪行 被公之于众 小白和尚卷宗 长输一口气 尽管几经波折 但他最终还是没有辜负 老者的一死相托 全片结束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小伙伴们 优积网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